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大涨的时候不是去追股票 你反而要趁台股受到激励 冲高之际 减码 卖股票 那反过来说什么时候适合买股票 就是美国股市跳水了 大跌了 或者是突然的利空又蹦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怕得要命的时候 反而是进场接股票的好时机 如果你把这个节奏掌握住了 那其实看起来在这边好像不上不下的行情 其实就是可以创造成一次又一次的短打获利机会 所以今天台股早上一度是涨超过200点 但是盘中卖压慢慢的出笼 然后涨幅一直在收敛 而且这个变化的过程也呼应了 在看盘的同时你一定要盯什么指标 我们来看 首先带大家再看一次 大盘指数今天是如何开高走低的 那你看这个过程 大概9点多过后 慢慢慢慢浮现之后 涨幅就很明显的收敛 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9点半过后 这是新台币的走势 由原本的升值转为贬值 台币由升转贬 台股的压力就来了 尤其是它台积电 2330台积电早上开高之后 有没有台币转贬之后 它就翻黑了 就下跌了 所以其实最近整个行情的来龙去脉 就是这么回事 你要看指数 那你先看台积电 你要看台积电 那你先看新台币 那美国股市急涨大涨 不要冲动追高 卖股票 减码降低一些部位 那美国股市一跌了 冷静一点 不要怕进场接股票 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上个礼拜呢 其实在周末前夕 金管会呢 又出手了 颁布了最新的限空令 那我必须强调 精准来说 所有的媒体人 所有的财经人士 你不能说是净空 你必须说是限空 这意义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告诉你不能放空 但是呢 他又增加了一道 你在放空上面的门槛 什么门槛呢 如果说 比如说个股今天呢 收盘是跌超过3.5% 隔一天呢 只能在盘上空 不能在盘下空 那从先前的 从这个借券卖出占一天的成交比重的限缩 再到呢 融券保证金的拉高 再到这一次 这个关于呢 这个跌3.5%的隔天盘下不能空 其实这一连串的措施 如果金管会的长官 越打压 只会让量越小 因为呢 多单被套的 或者是像 外资法人机构 多单部位 很多的 他如果没有办法呢 大量的卖出的时候 他通常是会靠搭配 空单来做避险 但你挡住了 他空单这一条路 那他更不敢进场做多 再加上呢 其实多空 他本来就是呢 一线之间 今天的多单 可能明天变你的敌人 各位听懂这句话吗 今天去买股票的 就叫做今天的多单 可能变你明天的敌人 因为也许他明天要卖股票 反而变卖压 就是你的敌人 那反过来讲 今天的敌人 今天的空单 他可能是你明天的占有 因为他明天要回补 所以你让市场机构健全 让市场的机制健全 那空单 如果碰到很强的买盘 他自然会被嘎空 然后就形成呢 助长的力道 所以去限制空单 其实帮助不大 坦白讲也是意义不大 那如果投资朋友 你无法理解 这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温老师 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跟各位讲 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 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精准 但我跟各位讲 这一波的限空令 就是呢 从限量到涨价到限时 怎么说 我们大概比喻 今天如果有一家餐厅 他每天呢 供餐的人数 跟餐点的分量 是限量的 那会不会容易造成排队 会 那如果呢 他的锁定的客户 是特别有钱的大户 现在他决定要涨价了 那大户会不会因此不去吃 不会 大户不在乎那些成本的提高 那反而排挤掉的是呢 本来就吃不太起的人 所以会显得呢 你能够进入到这家餐厅吃饭 更珍贵 因为机会难得 结果现在这家餐厅呢 又多一道规定 这个如果前一天 出菜的分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 隔一天他就停止营业 所以呢 你能够进入到这家餐厅的人 看起来好像人是变少了 可是因为这个机会变得更难得 进去的都是大户 大户不在乎这些成本的拉高 所以回到就是说 如果投资朋友在探讨说 限空令能不能救台股 坦白说 你真的不要把希望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政策划错重点 问题不在于卖压 是在于买盘不足 所以如果政府你真的 有心想要护盘 各位不要在这边留言骂 也不用激动的辩论 我们不去讨论政府该不该互盘 我不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永远一派赞成 一派反对 这不重要 你怎么想都可以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政府如果真的想互盘 道理很简单 你国安基金五千亿 你只买了一百多亿 不是闹笑话吗 你真的有诚意 我刚才不是说缺买盘 你国安基金带了四大基金 八大行库 你连续一个礼拜 每天买 一个星期之后 你砸了一千亿 买盘就来了 全市场 后面法人回补了买盘 空单回补了买盘 散户跟进了买盘就来了 那你其他东西都是口水 讲一大堆 然后没有用的 所谓的限量 所谓的涨价 所谓的限时的限空力 这个其实都是在骗外行人 那内行是看门道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 内行看门道的事情 上个礼拜呢 很多新闻在探讨 台积电的总裁 也是副董事长 魏哲家去抵押了 一千六百张的台积电股票 到银行抵押借钱 这个叫直押 有人称为设职 或直设都可以 那什么是设职 相对来讲 也当然会有借职 设职简单来讲 就是用股票当担保品 跟银行取得借贷资金 那对股价的影响是什么呢 两种情况 截然不同 非常极端 那我简单来说 有一些大股东 心是黑的 他如果知道说 公司将来的营运会 进一步的转差恶化 他就在利空还没有 公布之前 赶快把股票拿去 跟银行抵押借钱 这个叫做套现 把现金套出来 那将来股票下跌 那他因为已经提早取得资金 那当然跌到了三成状况之下 银行也会要他追缴 这时候再补保真金 或者是说呢 他在反手买进股票 因为已经有价差了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呢 刚好相反 是大股东认为 股票没有被市场认同 价格跌到这里 真的是太便宜 真的是太低估 投资价值浮现 所以他进场抄底 那进场之前 就去跟银行借资金 那你们认为 魏哲家是哪一种 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 台积电这种国际化的公司 公司治理世界第一流的 你可以完全不用怀疑 他不会是第一种 他绝对不会是黑心大股东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是 想要进场抄底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高 但我也不是他肚子里回虫 我也没有他的电话 没办法呢 私下问他 我什么咖 是不是 但我可以跟各位讲 他进场买进 我认为这个几率很高 但重点是 我们不用拆 我发现呢 很多网络的新闻 或者是呢 专家的分析 大家都在拆 他会不会进场 其实你根本不用拆 按照证交法的规定 如果魏哲家 真的把这套出来 大概3.8亿的现金 进场加码台积电股票 那么他必须在下个月公告 不是这个月哦 不是买完就公告 他必须在11月15号之前公告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但是回到一个重点 假如魏哲家 进场买进股票 那是不是代表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抄底台积电的呢 各位 大股东如果认为股价低估 甚至身先士足 真的拿钱进场买进 这的确是代表股价接近底部 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但是请注意哦 对于台积电来讲 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也就是说 就算魏哲家真的进场买进了 你也不要因此认为台积电 低点就在这里 不会再破底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例外 各位想想看哦 刚才讲魏哲家 质押之后大概取得3.8亿的资金 假如他全部一口气砸去买台积电 好了 问题来了 我们来看看 外资 2330台积电 外资最近的卖超已经减缓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所谓的减缓 一天随便卖也是几十亿的规模 所以3.8亿的买盘 挡得住外资的卖压吗 挡都挡不住 因此台积电 能不能落底 在刚刚开场 我们分析大盘的时候 不就讲到个关键吗 其实也不是看魏哲家 看什么 看新台币 台币要止贬 台积电才能止跌 对于所有正在存股 或打算存股台积电的投资朋友 请你把这句话牢牢的记住 台币要止贬 台积电才会止跌 既然外资对台积电如此重要 那市场上 江湖上 大家在讨论 哎呀 大家蜂拥而至去买 护国神山台积电 这都是呢 要被割韭菜了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讲 我们看右边把它放大 台积电呢 现在的总股东人数是 147.9万人 我们抓大概就算148万的好了 历史新高 整个台湾所有公司的第一大 148万个股东 看起来你觉得这个人数很多 很可怕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 持有不到一张的 也就是零股的股东人数 就占了高达89.5万 原来台积电的股东人数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只持有零股 好 人数这么多 所以很多人说台积电筹码太乱了 会让它涨不动 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我们看左边 这89.5万的零股股东 加总起来 只占台积电股本的比率多少 0.63% 听清楚了吗 只占了0.63% 连一%都不到 请问它是要如何去影响到台积电的涨 或者跌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论你是八十几万还是九十几万个股东 他们根本无法撼动台积电 一丝一毫 那真正决定的是什么 千张大户 包含外资在内 因为台积电的千张大户的持股比率 占比是高达85.67% 以上这一段内容 全国可能只有魏洋老师会这样告诉你 所以市场上太多四四而非的道理 从直押是否抄底 抄底是否股价落底 到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如此之多 会不会造成筹码凌乱 股价涨不动的问题 通通都不对 所以希望你把这一段内容 好好的想清楚 那不是说市场上人云亦云 大家这样讲 你也就跟着这样想 跟着这样做 操作股票 一定要独立思考判断 更重要的是呢 我常讲 要有方法要策略 就像行情震荡 我们常跟大家讲 怎么自救呢 除了太弱换强执行停损 大家必懂的观念之外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谈 配对交易跟多空双向 那不要忘记 价差操作也是一个模式 有一些股票跌升之后 技术性反弹出现 最近不就很多跌升的股票 在酝酿这种技术性的 跌升反弹吗 你是不是可以掌握住 它的卖压 它的压力 然后呢 适时的在关键点去做减码 减码之后跌下来再接回 反弹再卖 跌下来再接回 这个就叫做价差操作 我们可以应用在哪些族群呢 待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个股来看看 先休息一下 最近看到很多跌升的产业 基本上呢 好像都有一点开始 借由利空消息来打底的迹象 从先前聊到的包含记忆体面板 那股价呢 事实上第一点在电高 那最近呢 其实包含像这个IP细制裁 IC设计 还有像呢 ABF载版 这些跟半导体 跟晶圆代工呢 也有高度联动的产业 目前看起来也都有呢 借由利空来彻底 来打底的迹象 那有没有人被套在呢 IC设计 IP细制裁 或ABF载版 我相信很多 大家去看里面的股东人数 散户的持股比率 或融资的增加就知道 很多 那我们跟大家刚刚聊到 其实呢 股票在震荡的时候 你要自救 那除了呢 配对交易多空双向之外 价差操作 也是一个策略方法 什么意思呢 有些股票 假如说 它现在的股价 距离你当初 被套牢的成本 非常遥远 那你难道要指望说 它V型反转 回到你的成本之后 你才能够解套 你才愿意卖吗 这几率是不是很低 因为毕竟呢 一个股票会跌升 从十楼摔到一楼 那其实套牢的卖亚会在哪 十楼 九楼 八楼 七楼 六楼 五楼 四楼 三楼 二楼 每一层都有人套牢 是不是 听懂吗 所以一个股票跌升了 你如果希望解套 除非它在一楼躺很久 很久很久 躺到呢 二楼以上到十楼 所有人都失去信心 也再也没有耐心了 终于卖光光了 那没有符合 将来才能反转 问题是这个躺很久很久很久的过程 资金完全没效益 那另外一种状况之下 什么时候呢 它才能够呢 往十楼奔 就是呢 除非有天大利多 带来很强大的买盘 愿意呢 把二楼到十楼 所有卖亚全部消化掉 但是我以上所讲的种种产业 我们只能说 现在大家还在奢望 寄望利空能出境 那敢不敢想V型反转 不可能 因为产业还没有真正看到大利多出现 好 所以回到呢 我们讲ABF载版好了 星星 你看这个技术面 长期有没有机会 打出双脚底或多重底 有机会 但是呢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 它现在就是在一个尝试 做中长期打底的过程 所以不代表它有办法 直接一路回升 走V转模式 既然如此 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那这种相形区间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打下来低阶 弹上去减码 拔挡 所以呢 我们上个星期三 星期四 连续两天 带家族朋友 进场抄底 那抄底呢 就发现 果然 今天呢 它是有早上呢 直接往上开高之后 攻击的架势 那来到了相对高点之后 其实观察了一下 就发现 这个锦线 看起来今天呢 攻过去的几率不大 因为呢 来到锦线的价位去的时候 卖压就涌出了 想必今天当冲客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的分时走势 今天冲高之后 我们就把党出清 那 近代下一次压回之后 再低阶的买点 那赚不多 赚不多 但是呢 快速把党 又是一次8%的目标 是不是就又再一次的达成我们 希望一小段 一小段 让资金活用 不断的 透过复利来滚出 报酬率的目标 所以连同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陆续呢 快速把党出清了 从宜特 另外像精锐 拳友 八冠 减码的乔三 以及初清的拳心 其实一档接一档 这个就是呢 现阶段 我们觉得操作起来 比较安全 比较舒服的一个节奏 甚至还有这一档 全讯 刚刚忘了跟各位说 上礼拜也出清了 所以温尔老师 其实要跟各位讲 在操作上面呢 你们一定要去想一想 现在的盘势 不是那一种 大多头的格局 没错吧 这个当然大家都认同啦 不会怀疑的 所以股票 不要贪多 不要呢 一路死报 不要说赚钱了 不想跑 然后呢 奢望说涨个30% 40%我再来卖 你要弥补损失 重点不是一棒拳雷打 而是呢 不断的急出安打 套在投资上面的概念就是呢 你的钱 同一笔钱 50万100万 你也要让它不断的 能够活用周转 那至于说呢 我们讲的多空双向 一样是适用的 比如说跟各位讲 货柜航运 货柜航运 那从最新的这个报价来看 继续跌 已经连跌了18个星期了 现在都还是所谓的欧美的 耶旦节之前的备货旺季 基本上从第三第四季 今年呢 很明显的旺季不旺 那进一步如果再走到 明年年初的时候 我要告诉各位 货柜航运 一年四季当中 最淡的一季 就是第一季 就是第一季 所以耶旦前 运价都如此下跌 那到了明年第一季 整个市况 恐怕会更为 惨淡 那之前跟大家讲 要回到疫情前的常态 是你必须要小心的风险 那从目前运价走势来看 的的确切 逐步往疫情之前的位置 开始在接近靠拢当中 所以这意味着 长龙也好 阳明也好 万海也好 接下来的获利状况 会快速的缩水 所以股价呢 当然不会说每天跌 但是呢 这个趋势的方向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逢反弹上来 你要有所策略 要有所因应 那如果你停损做不到 股票惨赔 卖不下去 心痛 手软 怎么办呢 要么选择价差操作 再压力一点减码 拉回之后再接 反弹再减码 来回来回 一次赚也是5到8% 来降低你的成本 弥补一些损失 或者就是配对交易 比方说如果你长龙 真的赔很多 早就砍不下去了 我讲的前提是 你砍不下去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只好去放空万海 或放空扬名 那整个产业景气 往下的时候 起码 其他你放空的 航运股的空单 能够带来一些获利 所以操作 其实要有保护力 天天做好股 断断有价差 欢迎各位 跟上渭阳老师的脚步 我们多空 最速配的计划 你都可以呢 直接来进一步洽询 了解我们详细的 计划内容 那当然上个礼拜 我们有提供了 这个值得长期 投资的好股票 那很多朋友 还没有正式收到资料 请你务必联络 我们的服务专员 或者留意一下 这两天 如果有专员跟你联络 或者是LINE的讯息 请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